卸点铃离婚了 两人结婚不到两年 半年仅还替另一半助选 走遍了大街小巷 不时的放闪 让人是羡慕两人的恩爱 不过现在却传出了已经离婚 而李燕的更事早在四月份 在领书上表示 历经的波折 想要放过自己 透露出分手的讯息 邻居也坦诚 经常听到夫妻俩大吵 两个婚姻只维持了短短18个月 一人李燕和彰化现议长谢点铃 曾经爱的勾丢 却在结婚18个月后 惊爆离婚 斗主是在帮胜瓜 是在外地瓜 这三年来 我一直在等你 本土居女星李燕婚后 站帖演艺圈 替老公谢点铃在地方经营 女星嫁议长轰动地方 非常好顾家 然后对家庭责任感非常重 然后对很多事情也是追求完美 来来来来来 李燕在戏中化身来来姐谢点铃 马上在脸书上呼应 放上李燕的婚纱皂自拍 卸着啾咪姐来来来你来 两人透过网路不时奉闪 李燕的FB在去年12月之前 也几乎都是和丈夫的合照 躺着看电视一起出去吃饭 实在甜蜜 可惜好景不长 根据谢点铃的邻居透露 两人婚后常常大吵 街坊邻居都知道感情瞬间降温 传出今年3月协议离婚 李燕从4月份开始连续在脸书上po文 情绪明显低落 写着 我只能潇洒转身 经过历经几次的折腾 我决定放过我自己 字字句句显示出 她做了重大的决定 李燕已经回归到戏剧圈 担任制作人 经纪人转述 她不愿意多谈关于离婚的话题 重新出发 占别 短命婚姻 这两期后 我孟廷台北再放不到